美国号称是种族大熔炉 不过毕竟亚洲移民还是比较少的 以比例来说 台湾移民那就更少了 也难怪很少在电视媒体上 看到任何故事来叙说台湾移民的遭遇 我如今终于有了一部连续剧 就在这个月 在美国的三大电视网之一的 ABC电视网正式登场 名字就叫做菜鸟移民 它虚构的一个故事 是假设一个台湾移民家庭 从华盛顿迁居到佛罗里达州 专门去那边干嘛 要开一个牛排馆 这下子在一家好几个人可热闹了 他们要适应新的文化 他们也要把自己过去 台湾所带来的文化 跟当地的冲击之后 他们能不能够生存得好 当然这是一出喜剧 甚至有很多爆笑的成分在内 当然也希望能够 沉述一些移民的心理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当然也显示美国电视 急于寻找年轻的这些 多元人口的兴趣 收视情况 当然未来还要看它未来的发展 不过整个剧情 已经引起了华人社会极大的关注 演员当中 有不少是华人移民的第二代 第三代 不过主要那位爸爸演员 则是一位韩国裔的演员 这有点令人遗憾 怎么不是台湾人自己来演 台湾移民家庭的故事呢 不过整个剧情的结构 还是基本上根据一本书来改写 而这本书的主角 还真是一位32岁的台湾移民的第二代 他在纽约开刮包店 而最后成了一位名流主厨 不管怎么样 这些故事 由他的根源精神在 当然也有一些戏剧性的结构 不管怎么样 总算让老美看一看 台湾移民家庭 是怎么一回事 美国最近开始播出台裔移民故事的影集 在美国主流电视史上 这可是头一遭 主角一家人搬迁到佛州 但文化差异和冲击无所不在 故事的主角就是他 台湾移民家庭在美国碰到的适应问题 以喜剧呈现 变成最新的话题影集 价值观差异闹出笑话 却也发人深省 小男孩好不容易改代西式食物当午餐 想不到还是有人找麻烦 美国是多元化的社会 少数族裔常遭歧视 亚裔被欺负的经验 戏里真实呈现 爸妈平常要求严格 但也固执亲切 如果你们尝试我们的父亲 我们会在这个学校的证明 不好意思 这是美国的方法 对吧 《餐鸟移民》播出前四集 收视和评价都很不错 少数族裔的题材竟也能引起共鸣 优趣的是演这家人的演员 像个小联合国 演爸爸的是韩语演员蓝道尔胡 之前在电影《名嘴出任务》中 饰演金正恩 而把主角小时候演得活灵活现的 是泰逸的Hudson Young 这家人的故事是依据 美国餐厅老板兼节目主持人 黄移民的《回忆录》所改编 他也自己为旁白配音 身为移民第二代 各种酸甜苦辣 他有很深的体会 而他的人生长大后更精彩 转列点就在他开了一家餐厅 卖的是台味十足的挂包 店名叫Bowhouse Bowhouse是一种艺术风格 但也有包好吃的谐音 香喷喷的挂包 现在是美国潮餐厅的招牌 从食材烹调到组合全都不马虎 除了控肉挂包 你想夹炸鸡或薯条 当然也可以 新鲜的台式三明治 老外爱得很 本身爱吃爱做菜还会写评论 再加上餐厅潮派包装 在纽约闯出名号 黄一鸣还身兼美食节目主持人 常识医生嘻哈装扮的他 父母其实对教育要求严格 他学的是法律 后来才转换跑道 在吃的领域发光发热 他主持的另一个行角节目 还曾经到台湾 探访台湾的特色 这就是一个很多夜市市 但司令人家超 поп诵 士令夜市 香酥的大鸡排 他赞不绝口 这就是 听说 salad 移民第二代的黄一鸣 也把台湾的特有现象 介绍给美国观众 从槟榔到槟榔西施 从大雕烧到钓虾 和爸爸回台湾祭拜祖父 也介绍民间的祭祀文化 想烧东西给新人 连豪华跑车也有 你没有iPhone 5吗 没有 节目足迹除了台湾 也介绍过上海和美国各地 身为美国的少数族裔 曾经让他有身份认同的困扰 我从来到台湾 他们认为我中国 他们认为我美国 我认为我美国 我认为我美国 他们认为我韩国 不过现在他发现 可以发挥的舞台并不少 他认为以台湾移民故事 改编的《菜鸟移民》影集 在美国主流电视播出 只是抛砖引玉的开头而已 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故事 我希望这也能引起人 来说自己的故事 播出《菜鸟移民》的 美国ABC电视台 近来相当关注少数族裔议题 节目取材走向多元化 也让台裔移民的故事 被更多人看见